國泰航空在2018年洩漏超過11萬個英國居民 和全球其他地區大約940萬個乘客的姓名、地址、電話號碼和護照等個人資料 英國資訊委員會辦公室決定就國泰這宗失誤重罰對方50萬英鎊 相當於大約500萬港元 是當地相關法例下最高的罰款金額 英國資訊委員會辦公室調查發現國泰的系統漏洞多多 其中一個遭到入侵的伺服器早在事發前十幾年已經知道有問題 但是國泰一直都沒有修補 國泰在就事件道歉 回應說已經從多方面加強資訊科技的安全 強調一直配合相關機構的調查 至今沒有任何個人資料遭到不當使用 本港的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去年也發表過調查報告 說國泰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公署指示國泰糾正防止再有違規的情況 東網記者賀紫浩報導 東網記者賀紫浩報導 阿 tryna堂 阿咪 大咪 阿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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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